人类到了火星必定要解决基本需求 而基本需求就是食物 水 住所和特殊辐射防护 待在火星表面越久 受到的危害就越大 所以必须往地底下发展 远离辐射 目前有许多方案可以采用 其中一个是熔岩管 巨型火山从火焰中升起 火山在火星已存在数十亿年 火山熄灭不再喷发时 输送熔岩的管道便凝固 而形成许多巨大的狭长空间 在熔岩管内可以设置冲气屋 但必须就近勘测 所以知道地处火星哪个位置 哪些条件能为我们所用 是至关重要的事